这是维吾尔语绘画300句速成 这是07年我去新疆 在乌鲁木齐新华书店里买的 这个是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 这是张成志的小说 张成志的作品集吧 草原 排满与民族主义啊 清朝灭亡前后 排满是中国的一个主流啊 孙中山提唱的 后来又搞这个汉满猛回藏 五族协和啊 搞团结了啊 掌权之后就搞团结了 成吉思汗传啊 这个艾克拜尔米吉提 作品集啊 这个人是中国文联的一个职业作家 哈萨克扎拉伊尔部落的 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根河市啊 内蒙古根河 应该是厄温克族啊 厄温克或者厄伦春 绿洲文化的熏陶啊 绿洲 在新疆叫波斯坦 原区erd 俩图 马临清 马临清是一位回族的女学者 南亚的热点 克什米尔 民族研究文集 中国城池史 丑陋的韩国人 绿洲叫波斯坦 波斯坦是波斯语 星光下的乌拉金铁木尔 铁木尔是玉谷族 玉谷族和维吾尔族都是古代回湖的后裔 维吾尔叫维吾鲁 玉谷叫咬咕鲁 都是回湖的后裔 只不过这个玉谷是在甘肃的齐连山 这还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 刚才说了 张克霞和鸡峰带着三万多人 起义投向共产党 让国民党的淮海战役 也就是徐邦会战的前线 战线被撕裂 张克霞1949以后是林业部的副部长 兼中国林科院的院长 林业部在和平里 林科院在海淀红山口挨着国防大学 离这个宜光寺 这个香红旗的总参三部 军事科学院 这个总参动员部 总参作战部 离这个四季清的这个空军指挥学院都不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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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